小燕 小燕 小儀, 拿酒來 小儀, 人來 你幹甚麼?這門酒是我的 黃大哥, 他… 原來是你 看來你有很多煩惱 不關你的事 你想喝酒, 我幫你喝酒 你好嗎, 我沒喝酒 真的是 好不好… 鬼有甚麼 太狼狂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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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這次你遭如不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決定了 無論如何, 我不會屈服的 我一定會伸穿下去 公主, 大婚是你服依就好了 請公主試身 我不會試的, 出去 公主, 出去 公主 大婚的日子已經確定 勝女無謂再推堂了 何況皇上的桑琦已過 你無謂再悲傷下去 那徒令花蓉失色的, 何必呢 那好吧, 既然你要我試身 你先出去吧 好, 那勝女就慢慢試了 要欣賞世上最漂亮的新娘子 是有些耐性的 勝女, 這次我親自送來的佳餚 我猜你一定會喜歡 我想你的雞牛 比起我的單清就算是認得多 可是你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大婚的日子越來越近 我不想有個 臉青唇白藥不金風的新娘子 一個人不開心, 吃甚麼都沒用 試問龍中鳥 怎麼比得上天上的飛鳥開心 原來說來說去 你是生我混在這裡, 是不是 好, 從現在開始 勝女想做甚麼, 想去哪兒 你也要聽她的吩咐 當然了, 勝女去到哪兒 你也要侍奉在左右 務求令她滿意, 知道嗎 是 那你可以慢慢享用你的佳餚吧 勝女, 飯菜已經準備好了 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吃 你幫我把蜜糖來吧 我先發現, 你可以讓我把蜜糖去 Crit 你應該要不要給我 很多錢你不能吃 好 好, 請讓我去找我 馬上來吃 我真是很重要嗎 我很想看, 你好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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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良神美好的時刻 勝女和左護法 接受殺滿真神的祝福 這麼多螞蟻 勝女是漢人, 大昏不可行 螞蟻的曉弃字 一定是真神顯靈 真神顯靈 真神顯靈, 一定是顯靈 真神顯靈, 真神顯靈 可不可以這樣 郭先生, 現在怎麼樣 看來信徒信了神的啟示 婚禮不能夠再舉行 你真聰明, 你真聰明 竟然製造神職想破壞婚史 你上次都是假的神職 逼我成婚而已 我這次都是學你的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很笨 你除了勝女地位不保 所有信眾不會再尊重你之外 連大金國的子民 也不會當你是公主 我父皇已經死了 這些虛名我根本不在乎 只要不想跟你成親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你這個賤人 王爺, 枉我對你一片苦心 處處討你歡心 你竟然這麼不放我在眼裡 我告訴你 復禮你用甚麼手對我都不會不服 你永遠得不到我的心 好, 既然你這麼不惜抬舉 我也不會再對你客氣 來人 是 把他鎖進監牢 王爺哥, 你告訴我 你到底在去哪兒 我告訴你, 王爺哥, 有很多東西 放了手就拿不回來 王爺哥, 我知道杭姐姐 跟你分開是被迫的 王爺哥, 既然你還這麼慣念他 為甚麼還不再去找他呢 他這麼做, 一定是他的理由 我不想強迫他 況且緣分是天主殿 不得強求 王爺哥, 我記得你曾經跟我說過 那一段黑骨銘心的感情 是一生難求的 但是你可以這麼輕易放棄 王爺哥, 你在做甚麼? 王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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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哥 王爺哥, 王爺哥 王爺哥, 王爺哥 王爺哥, 我們殺了你 為我爹娘報仇 王爺哥, 王爺哥 王爺哥, 我要你 師姐深服口服 怎麼會死的 就憑你這三腳貓功夫 還想讓人報仇, 不有來 大哥, 這家這麼麻煩 人家幫我們偷藥 還是殺了他 不要, 放他這麼好玩 有空拿來教練功也不知多好 大哥說得對 我們去找那些姑娘玩玩吧, 好嗎 黃大哥 郭兄弟, 怎麼搞成這樣 那個團一都是黑風寨的人 他知道我有神偷的本領 就逼我幫他偷金文珠寶 不, 我不肯, 他就燒了我的肩膏 還連我父母也燒死了 我曾經三回四次找他報仇 可是每次都失敗 天下街有這麼兇的人嗎 郭兄弟, 只要你開一句話 我就替你殺了他 黃大哥, 不別了 為甚麼?你不想報仇嗎 我曲三雖然沒用 但是我父母的血海深受 我一定要親手報 才對待我死去的父母 但是以你的武功 你敢打不打理他們 他找知報仇十年未晚 只要我一天沒死 我都要練好武功, 再找他報仇 黃大哥, 我一直都很欣賠你的武功 今天有緣在於 不知道我曲三有沒有這個福份 拜黃大哥你為師呢 我從來都不收徒弟 我曲三天雖然不太好 但是勝在黑虎內老 我求你, 你教我武功 我再問你一句 要不要我替你報仇 人我可以幫你殺 武功我不會教你 團一刀這個仇, 我一定要親手報的 要不然的話, 我寧願不報 我求你教我武功 那就隨便你了 黃大哥 黃大哥 我會跪在這裡的 直至你答應為止 黃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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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這麼多 雲 我們一枝船來, 別再不放棄 拿一口水, 櫻鎖就被盡時, 著了 用選擇船, 放棄 看, 掃鎖就能夠, 放鎖就這樣 慢慢發餘 黃大哥, 曲大哥是要靠你 才可以報仇的, 你破例一次吧 曲大哥, 你還是回去吧 沒有人可以 改變黃大哥的決定 黃大哥, 你是誰 來 士英姑娘… 曲大哥 黃大哥呢?我很想見他 我這裡有很多福明畫 我想他一定喜歡的, 你看看 曲大哥, 沒用的 你越討好黃大哥 他就越不喜歡你 無論如何, 我只是想再求他一次 你告訴我他在哪兒 他在練武功, 你先等他吧 我再送給黃大哥 酒利用作弊 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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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郭大哥 你竟然偷看黃大哥的武功 他知道你一定會很生氣的 我也不想的, 要不是這樣 我根本沒可能報到父母的仇 對了, 黃大哥可能發現我們了 但是 你快點走吧, 走吧, 走吧 黃大哥, 練了那個內劍, 喝點水 來吧 是呀 陳一道, 今天我要你血債血償 是呀 你兩個這麼想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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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別殺我們 冤有頭, 殺有主 今天我可以搖過你們一命 但是我父母的仇不可以就這樣算了 現在挑了你們的腳跟 以後不能再做壞事 馬上走 曲大哥 恭喜你大仇得報 謝謝 黃大哥在那邊 黃大哥 你好大膽 居然敢偷學我冬邪的武功 對不起, 黃大哥 我才偷學你的武功 我也是為了報仇心前 才會出資下賊 無犯之處請你原諒 我今天大仇得報 我的命就任由黃大哥出資 好 曲三已經死了 從今之後 你的名字就叫曲凌風 你半個時辰之內 居然可以學到我一朝半夕 都算你資質不錯 以後跟我學武功 謝謝師父 請受徒兒一拜 你不用這麼快開心情 做我冬邪的徒弟 不是這麼容易 如果你學禮不精, 有肉絲門 我就會挑斷你的腳跟, 趕你出絲門 徒兒會謹記師父的教課 恭喜你黃大哥 收到這麼好的徒弟 恭喜你, 谷大哥 恭喜你黃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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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黃大哥 什麼東西 那以後多 déf, 你少了嗎 我不想反映 你不想反映 我一頓 乖 無人 我早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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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才會讓 魔女迷惑住 再出雙風敗德的東西 她現在已經知道錯了 你這麼一對你?還幫著她? 女兒從小到大 心裡只有師兄一個 爹, 你是知道的 男女思情已經夠煩了 你做人師父 你不幫下徒弟不得, 還落井下石 你給我師兄黃重陽 他從來對弟子的餘女私情都不加干涉 你不用瞪著眼看著我 我知道你在心想甚麼 你說我們全身教的全都是道士來 不應該有餘女私情 沒錯, 道士怎麼可以有餘女私情 但我師兄從來不干涉弟子的餘女私情 我沒說錯 那你…你傑亮 就說我輕輕離開題目 對了, 爹 你就看著女兒份上 快點把師兄放出來 對了, 幫主 你看著我做客人份上 你放了小兄弟, 沒去跟我玩, 我很悶 爹 幫主 戇 好, 其實你心理很善良 怎麼跟著西洞歐陽風呢 是她說幫我聽 我還有生存家敵 是她的嗎 是因為她好像師父 是不是手一和師父 都看著我 Ord� 活著 好 看甚麼都看得這麼入神 道德經 周大哥, 別玩了 小兄弟, 難得你師父放你出來 去玩玩了, 這麼悶 別看你的悶了 我根本沒心情 去問監獸大哥的戲 是不是這樣跟周大哥說話 畢竟我都是客人 兜口兜面拒絕我 生氣 周大哥, 我已經犯了邦規 生氣了師父 雖然我已經生氣了 很大熱嗎 你花了四日後 有龍捷 小兄弟… 生氣了… 雖然änd… shoot , 遠近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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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舡猶手 我保 Pac Things 你去吧, 你是不是想背叛師母 師兄, 你千萬不要一錯再錯 妍生, 我再給你一次最後機會 不用了, 不用管她, 我們走 師兄, 你不要聽這個魔女說 一日為師, 終生為尊 師父, 我知錯了 我永遠都不會背叛鐵掌幫她 你能夠分出是非黑白最好 豈有此理, 你憑甚麼被人圍背良心 你又憑甚麼跟我敵對 張華 如果我不能和月薪在一起 我寧願死在鐵掌幫 好, 我先處理 你居然打我 要的話, 你憑得對我師父無禮 聰明的你就快點走 真如生, 枉我對你千心一片 你居然敢對我 你們邪派中人 而我們鐵掌幫是名門大派 我根本就沒有喜歡過你 請你以後再不在這兒糾纏 好, 我走 你這麼久有的男人 根本不值得我再喜歡 師兄, 你做得很適合 爹, 與師兄無關, 你原諒他吧 你能夠及時悔改 不枉為師的一番栽培 謝謝師父 謝謝師父 師兄 我知道, 你剛才很為難 你別再說了 對不起, 師妹, 我不是有心嗎 我知道 我現在說甚麼都幫不了你 不過你要記住 你是鐵掌幫的大弟子 所有的師兄弟 都是看著你做榜樣的 你是不能行差答錯的 還有, 爹曾經說過 你在所有弟子裡 是最有天分的一個 以後的鐵掌幫就靠你了 你千萬不要讓他老人家失望 師妹,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讓師父和所有同妹失望 你… 你不讓我來 你真的不知道 你沒事吧 你不會讓我來 你不讓我去 我不是說我 你不讓我來 你不讓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ning up 人齊聖队, 你的烈隊歡迎你, 真是好 看到你們這麼好客, 給你們一點點 我忍耐一下你們 周老弟, 你這本是不是武學秘笈 求幫著你真是英明好眼光 恐怕這本是當今世上 最偉大的武學奇書 你們很想看? 是… 好, 見你這麼好客人, 讓你看 雙手互搏 沒錯, 這套是我精心鑽研的武功 未成功, 萬一成功了 看不見九陰真經, 也不如 老大, 你真是武學奇才 難怪了, 明門出高同 不用說, 我師兄王重陽 現在是天下第一高手 我們全真教自不現成 天下第一大派 王重陽 周老弟, 我們鐵掌幫 很敬仰你們的掌門, 王重陽 不知道周老弟可否為我引見 好讓我們商談一下武林的事呢 幫你們引見就不成問題 不過剛下山這麼快就回上去很悶 周老弟, 你平時不是說 常常想見識各門各派的武功 是呀, 我想集天下之大城 自從那套驚天地一鬼神的武功絕學 周老弟, 喝個盟權就對了 機會來了 你帶我們去全真教 我之前不會跟王重陽 研究各門各派武功 到時候你甚麼都學到了 是呀… 那也是呀 好, 一言為定 快點上山就好了 不用找了, 這些書我都藏起來了 周大哥, 你怎麼會這樣做的 我沒有藏起來 你怎麼會陪我去全真教 全真教? 我不可以才來鐵掌幫 這次不同了 這次是李師父叫我帶你們去的 我喜歡帶誰就誰 幫忙 爹這次是為了武林大使 去全真教的 這次是你帶上立功的好機會 就是呀, 路途遙遠嘛 我和你師父有代溝不合談的 沒有你在, 我很悶的 現在我和你師父說, 就這樣吧 周大哥 師兄 不用想太多了 九仰王真人的風采 今天有緣拜會 實在是裘某的榮幸 裘幫主太客氣了 聽白通所言, 求望著江林閉教 是想和在下 相討武林的要事 沒錯 我們鐵掌幫論聲明 雖然是不及貴派全真教 但是在江湖上 亦算得是密門大派 所以凡是武林的事 也只是我們鐵掌幫的事 我們鐵掌幫一向希望 武林各派能夠和平共處 所以在下對於黃真人 在華山論劍之時 出來平息紛爭, 甚為拜佛 裘幫主過獎 黃真人, 這就是我肺腑之意 我這次到來就是想向你討厭 能夠令武林各派和平共處的事 裘幫主果然是有心人 你的義心 和你上任掌門上官不枉多樣 既然你這麼有興趣 噴刀就和你交流一下 老大, 不過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 你們暫時安頓一下 好 主機 師父 貌玉 主一 師父 帶各位去合房 知道, 師父 周老大 這房間有這麼多武學典籍 照樣看來 所有大幫小派的武學秘笈 都逃不過你的雙眼 好 話說回來 你們真是怪 你跟你師兄的關係這麼密切 一個竟然是武癡 一個居然可以扔九陰真經也不練 別提了 我師兄不是人這麼笨的 想起這些東西特別古怪過人的 師兄, 萬一真經落在地人的手上 那皇真人和全真教豈不是很危險 這層你放心 我親眼看著師兄 把真經放在密色暗架上 沒人可以拿得到的 這倒是呀 全真教這麼多高手在哪兒 誰敢進去偷 你這句話說得絕對騙 別說誰呀 想進來偷真經呀 過了我周伯東這關才算 這倒是呀 周老弟, 我們不妨礙你了 我們先回房間休息 隨便…我突然間很有興致練功 不送了 好呀 坐下… 坐下… 華山論劍以塵埃落定 但是九陰真經的爭奪 已令各派死傷無數 現在武林士氣普遍低落 我們身為武林的一份子 應該想辦法維持武林秩序 我們激勵過拜庭的一致 因為提防金人入侵的心 我們是不能鬆懈的 裘幫主兒, 知有你 其實我一直有這樣的心願 只不過我們全真教 都是出家人 理應超言默外 因為對俗事不便幹事太多了 既然裘兄能夠挺身而出 為國為民 那我就放心了 對俗事不斷 我警察和詞你也想過 每個人也想過 都失控了 每個人都忘掉 誰你還說 請願 師叔 師叔 你在幹甚麼 我肚子有點不舒服, 想找茅廁 茅廁不在這兒 是呀, 我不懂得亂找錯了 對了, 袁先生, 你們在這兒幹甚麼 我睡不著, 到處走走 睡不著也別亂找 這兒是別人的地方, 你知道嗎 乾師叔 別熱了, 我繼續找茅廁, 快睡吧 有時候睡覺 我睡覺 我睡覺 立即是 師叔, 你究竟來幹甚麼? 不用我警告你 你別壞我大事 普通, 你想偷九陰真經? 你出去 你太過分了 出去 師叔, 走 你再不讓我殺了你, 走 死